接下來是一個參考的題目 學測也考過 就是如果你向心力不見 你在轉圈圈 可是突然向心力不見 或向心力不足 那其實這個說法 你要挑你的講 這個講法有點小問題 不過我們就不要計較 我們就差不多就可以 就是當你的向心力突然不見 或者你的向心力不夠讓你 做個正常的轉彎的時候 它就會怎樣 沿切線飛出 這是學測考過的 學測考過的它會沿切線飛出 待會我會做到一個跟學測差不多的題目 沿切線飛出 所以你快速轉雨傘 剛剛講過你快速轉雨傘 這個水魚就會怎麼樣 轉出去 因為摩擦力不夠 不夠當作向心力 所以它就飛出去了 沿切線飛出了 研磨機像這樣 研磨金屬還有比較看得出來的 沿切線飛出的樣子 火花 沿切線飛出 沿花花 沿切線飛出 因為沙輪轉很快 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然後呢 這樣就飛過去了 OK 這是學測考這題 練球選手 你知道練球嗎 抓起來要轉圈圈 然後轉到這樣就把他放手 又飛出去嘛 看誰力會比較遠 他就是 當你一鬆手的時候 你的向心力就不見了 所以他就會沿切線飛出 那你不需要技術到 都快要飛到別的地方去了 他不會突然轉 突然一下 就飛出 這一次 學測就是考這個練球選手 我待會做的題目 不是練球 但是意思是一樣的 意思是一樣的 好 脫水機 脫水剛才講了 就是快速旋轉 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摩擦力不夠 就水滴就沿切線飛出 然後就 水跑掉 衣服就脫乾了 就這樣子 做法就這樣子做法 OK 沿切線飛出 然後車輛轉彎 我們都要告訴你 為什麼要你減速慢行 因為你速度如果變慢 你所需要向心力就比較小 你的車子就比較容易 靠這一方法 讓你有足夠的向心力 可是如果你開得很快 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可是你又不能夠給他 那你就怎樣 沿切線飛出 那如果在山上 就沿三壁 然後就沿切線 就衝到山下去了 所以叫做沿切線飛出 OK 所以 對走捷徑 回天堂 回老家的捷徑 就再見了 所以叫做沿切線飛出 這都是例子 好 所以他就問了一個笨問題 如果地球和太陽之間 我們的引力消失了 我們會如何運動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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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強的 就是他的切線方向 因為受到向心力 向心加速度跟他垂直 所以使他轉彎 配合的剛好就變成一個圓 配合一個圓 那你這個拉的力量不夠 他就直接就衝出去了 有時候飛出去就衝出去了 所以就會沿切線飛出 地球如果沿切線飛出